1986年11月12日 美國拉斯維加斯 當泰森在第二回合2分35秒 再次用一技組勾拳 將33歲的亞馬達拳手特勒弗·伯比克擊倒時 現場觀眾立刻開始變得興奮起來 因為那一刻大家知道 這個剛剛採滿20歲05個月的年輕人刷新的記錄 成為了拳擊史上最年輕的重量級拳王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兩年前當泰森還沒有走進職業拳台時 一個叫庫斯·達瑪托的老人就曾經預言 泰森將會打破他另外一個叫弗勒伊德·帕德森的天才學生 在1956年22歲生日前 創下的最年輕的重量級冠軍的記錄 然而可惜的是 這個改變了泰森一生命運 也被泰森視為親生父親的老人 最終沒能等到這一天的到來就刻然嘗試 嘿,大家好,我是左叔 本期的格鬥名人堂系列 形容三支影片分三個階段的跟大家聊聊泰森 這個全坦鐵人的另一面 如果覺得視頻不錯,別忘了點個贊關注一下 1966年6月30日 麥克·泰森出生在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 他的親生父親在他出生之前就拋棄妻子離開了家庭 而他的母親洛娜因為金融危機 丟掉了原本在監獄做看守的工作 不得不從原來的工信社區搬到了一個叫布朗斯維爾的黑人平民社區 布朗斯維爾作為早期的多民族聚集地 這裡也曾是美國犯罪率最高的地區 混亂暴力始終伴隨著泰森度過了整個童年 而他的母親因為失去了工作 則是整日沉溺於酒精和毒品 用混亂的關係來麻痹失憶的生活 以及養活尚且年幼的泰森 殘酷的現實也讓泰森學會了人生的第一課 為了生存你什麼都得做 在這樣糟糕環境中長大的泰森 造就了他性格上的自卑 再加上個子癌和害羞腺 因此成為了街區經常被霸凌的對象 而那是除了比他大兩歲的姐姐丹尼斯 泰森幾乎沒有值得信任的人 厭惡校園環境也缺乏父母的關愛 在自家的樓頂一家鴿子 就成為了這個沉默寡人的男孩唯一的興趣 然而有一天當那夥平時就以七零為了的小混混 爬上泰森家的屋頂 偷走他的鴿子時 被憤怒的泰森一直追趕到大街上 但那個叫家裏的帶頭傢伙不但沒有收斂 反而是當著泰森的面 故意領斷了一隻鴿子的脖子 那一天一向懦弱怕事的泰森 在街頭經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戰鬥 不僅是打跑了三個高鴿子的小混混 他的事跡逐漸開始在這個貧民窟 被大家天有家粗的流傳 這也是泰森第一次感受到 作為一個勝利者擁有的驕傲和弱者 對於強者的尊重 隨後泰森開始被街頭的各種幫派拉攏 從一開始的小打小鬧 逐漸演變成為由組織的搶劫盜竊 最早泰森加入的那個團伙被稱為拉特蘭路邦 他們專門以便利店為目標 各自高大的團伙負責此箱威脅電源 而身材當時還比較矮小的泰森 就負責洗劫收銀機裏的現金 好景不長的是在一次盜刷信用卡的過程中 這個打野團伙就被趕來的警察一鍋端 那一年第一次進警察局 感受坐牢自衛的泰森才10歲 因為年齡的原因 泰森很快就被釋放 但也正是因為這次輕易的釋放 也讓泰森在此後的盜竊搶劫過程中 更加的有恃無恐 根據此後警局披露的大案顯示 到泰森13歲時已經先後38次被捕 直到第39次 因為搶劫並毆打遊客 泰森終於被法官送進了特萊爾青少年犯罪懲治中心 這個地方曾被稱為紐約最臭名昭著的少年監獄 然而就是在這裏 浩道的泰森遇到了懲治中心的輔導員 保比·斯圖爾特 斯圖爾特曾經在1974年獲得過區域中兩級拳擊冠軍 在看到斯圖爾特教授的拳擊課程之後 泰森壯著膽子要求斯圖爾特也教授他拳擊技術 用來在街頭放生 沒想到的是 斯圖爾特竟然很爽快的就答應了 但前提條件是 泰森必須在這所監獄學校中好好學習 就這樣 幾個月後 泰森的躍動能力 從原來的三連擊水平提高到了七連擊 同樣進一步神速的 還有泰森的拳擊技術 1980年 保比·斯圖爾特已經帶不動14歲的泰森 於是又將泰森介紹給了著名的拳擊教練 庫斯·達瑪托 也就是我們在影片的片頭 提到的那個預言泰森將成為世界上 最年輕拳王的老人 在看過泰森與斯圖爾特在拳台上的對鏈之後 從泰森眼睛裏看到了未來的庫斯·達瑪托 當即就對泰森讚不絕口 後來又決定將泰森從少年監獄中保釋出來 並接到自己的家中進行親自訓練 多年以後 當再次回憶起那段經歷 泰森總能想起第一次見到庫斯·達瑪托教練時 那個遙遠和又熟悉的午後 對於泰森來說 庫斯·達瑪托 基於他的不僅僅只是拳擊技術上的進步 還有一份近乎無條件的信任 即便是泰森依然改變不了壞毛病 偶爾偷竊其他學員的錢去買壹些大麻 但庫斯總是第一時間為泰森辯護 這絕對不是他幹的 也就是這句話 戳中了泰森那個堅硬外殼下敏感的內心 對於他而言被壹個白人教練毫無保留的信任 是他在此之前任何壹天中都從來沒有過的 正當泰森以為他的人生都將朝著正軌前進時 16歲那壹年他的母親因為癌症去世 而他也因為校園暴力行為被學校開除 雙重變故之下 泰森再壹次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開始迷茫 不過庫斯·達瑪托教練知道 失去庇佑的泰森將會再次毀掉自己的人生 流離失所 於是義無反顧的決定收養泰森 成為他的合法監護人 然而正處於青春期的泰森 並沒有老老實實的跟著庫斯教練訓練 因為厭倦了日復一日的枯燥生活 泰森三次的離家出走 回到充滿暴力的布魯克林 可是當他得知曾經的哥們因為犯罪非死即傷之後 泰森才意識到應該怎樣面對自己的人生 1981年和1982年是少年泰森 最輝煌奪目的兩年 作為連續兩屆少林奧林匹克運動會金牌得主 這個依舊腼腆的男孩開始被壹些報紙稱作為天才少年 作為業餘選手 1984年泰森獲得了洛杉磯奧運會的選拔機會 但是在前期的選拔賽上 泰森卻真意性的敗給了那屆後來的奧運會金牌得主 亨利·蒂爾曼 不原奧運會獎牌 之前設想的壹切計劃都被徹底的搭亂 原本庫斯教練希望泰森在奧運會上獲得壹枚金牌 然後像拳王阿里、喬治·福爾曼壹樣 獲得壹筆不錯的合約金來開啟職業拳擊生涯 但如今庫斯教練甚至開始有壹點來看好泰森在職業拳台的未來 因為在他看來 泰森的劣勢在於沒有像肯諾頓壹樣擁有高大嚇人的身材 沒有辦法在拳台上震懾出對手 但是最終庫斯教練還是相信了自己第壹次見到泰森時的直覺 因為沒有職業贊助上的加入 庫斯教練就為泰森找來了專門的職業經紀人吉米 以及卡頓 他們負責搞定合同和媒體 而庫斯只負責泰森的訓練 但是壹向缺乏安全感的泰森還是留了壹個心眼 在合同的底部也特別的聲明了 所有關於泰森的決定都需要得到庫斯教練的最終同意 就這樣泰森以33勝5敷的戰績 結束了自己業餘拳擊生涯 正式進入到職業拳擊領域 1985年3月6日 教練庫斯達瑪托帶著才18歲的泰森 第壹次登上了職業擂台 事實上這場比賽並沒有得到太多關注 而他的對手浩克托更不像壹些地攤文學中描述的那樣 是所謂的著名拳王 相反浩克托整個職業生涯戰績才兩勝十負 而在此之前浩克托從來沒有贏得過比賽 這也是他第三次站在擂台上 賽前最緊張的其實是泰森和教練庫斯 為了確保泰森首秀的萬無一失 經紀人吉米甚至跟主管方一再確認 這個浩克托不是某個擁有隱藏實力的大BOSS 不過當泰森在後臺看到自己的對手時 他才長輸了壹口氣 因為他終於可以確認自己完全有實力幹掉對手 這場比賽僅僅只持續了壹個回合 泰森將對手浩克托逼推到角落邊 連續幾拳就輕鬆的結束了戰鬥 賽後經紀人吉米和卡頓發揮了自己的優勢 他們將泰森的比賽畫面剪輯成了精彩KO級級 提供給電視臺免費的播放 為泰森的成功出道鋪平了道路 那壹年泰森跟隨著自己的團隊四處征戰 9個月時間總共參加了15場比賽 其中有11場都是在第壹回合KO對手 無與倫比的KO效率讓他獲得了壹回合KO男孩的稱號 甚至還有壹些粉絲會專門的到訓練館來跟他合影 但命運總是喜歡在泰森認為壹切都會好起來的實話 然後給他狠狠的來上壹圈 也就是那壹年77歲的庫斯教練因為肺炎 最終沒能親眼見證泰森成為世界冠軍的那壹刻 庫斯教練的離世也讓泰森的生活再壹次陷入失蹤的狀態 之前的經濟團隊馬上跟泰森重新簽訂了壹份長達5年的協議 就是這份匆忙之下簽下的協議 也成為了後來矛盾的導播所 葬禮後的第三天 泰森又馬不停蹄地被繼續帶著參加比賽 1986年泰森又參加了13場比賽 其中只有兩場比賽打打了11個回合 其他的都是以KO的方式獲得勝利 特別是11月12日 1986年的最後壹場比賽 出道僅兩年不到的泰森 帶著庫斯教練的照片 以28戰全勝的戰績 壹起登上了WBC世界重量金拳王寶座 關於這場比賽 泰森曾在採訪中說過 我並不是在乎冠軍 我只是想證明庫斯是對的 對於泰森而言 庫斯不僅是教練 是父親 是智友 更是他的精神導師 是他將泰森從壹場混亂失蹤中拯救出來 也是他將泰森從壹隻野獸 變成了另壹隻野獸 然而 庫斯打馬托去世後 泰森又像是壹個失去了父親的孩子 在人生中再壹次陷入了失蹤 10年 拉托 毛